咱们先来涂个面霜再来化妆 在你这儿比较容易干的地方多涂一点点 因为我们家最近那个卫生间的面板坏了 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上班 所以说我之前答应你们的那个干领皮 可能又要再等一下下了 不好意思 美头我已经带好了 是这个牌子的宫堂密切封 他们家只有这一副能够让我30副30副的回购 真的是非常日常的一副 我觉得像情人节啊 这种昔日的话呢 你遮瑕还是要做的稍微好一点 还是爱可无瑕 像这种约会日啊 你们定妆也要做得好 不然你饭吃完妆就脱了一大半了 尤其是万要吃火锅吃烧烤 现在看这个痕得会很粗 但是待会儿就会觉得这个鼻子非常气 你们上这种侧影啊 我是不建议你们新手用那种高状啊 液体修容 如果你这个光线不好就可能推不开 所以说最保险的还是这种很重的修容 今天的眼妆我想用那种粉粉的眼影 这牌我之前跟你们推荐过吧 这个前侧打个顶像 这种情人节去约会的话呢 你们的眼影是可以画得稍微重一点 然后在外边让这个粉色叠加 这个豆沙粉还是蛮消肿的 这个颜色 它是那种暖掉的粉色 所以其实是不调皮的 我想刷子再沾一点深色 在那睫毛根部来一点 让你看整个眼影更有层次 拿出一种粉色的眼线胶 用这种颜色画下肢就不会有那种 黑色或者棕色来的这么突兀 就这个颜色 看眼头也会比那种颜色更自然的变 然后用这个刷子上面的鱼粉 把卧槽给来 再上个这个 上个面色 哦 大面积的像 让对面的男生 你的口袋 我是很喜欢仪式感的人 就算我今年情人节目 谈上恋爱 我也是会画一个妆 然后跟姐妹一起出门 感受一下那个节日氛围的这种程度 所以说 不要说什么化妆什么的取决别人 要是不远回的话 平常如果想开开心 出个门也是会这么化妆的 哦 这两片再漂亮了 我发现就是女生年纪越大 就越不容易谈上恋爱 因为你年纪越大 更长的你就越强 就这个男生在跟你接触的出气 你就能够发现他身上有 一个两个三个这些小问题 而且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另一半呢 你也不要着急 因为呢 谈恋爱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快乐了 不谈恋爱也能够规避掉80%的情绪起伏吧 平常眼线也就是自然拉长哈 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在大学里面谈恋爱 因为其实我毕业之后就毕竟在用自媒体嘛 然后我在家工作 在家拍摄 然后在家发视频 我也不是那种出门拍照的类型 就是我这样碰到男生的几率就比较小 我是学设计的嘛 然后我当时在一个比较有名的 逢地产公司的设计部实习 但是我发现那里面的男生也没有很多 我觉得除非是那种 你的环境里是男生比较多的这样的专业 不然的话你可能毕业出来 碰到好的男生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减小 而且我觉得真正的优质的男生 在大学时期碰到 你是真的可以跟他一起来到毕业 如果你们毕业之后 没有面临什么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呢 不出意外都是可以结婚的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我没有写的早本 因为马上就到情人节了 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我对于恋爱的一些想法 像我是狮子的话 我身边的姐妹可能都是什么图像星座 比较多一点 发现就是我跟他们的恋爱观 真的是有蛮大差别的 我就是我喜欢的一定要谈到 但是我会有姐妹就是她觉得说 虽然我喜欢这个男生 但是这个男生可能是渣男 那我就停止我对她的喜欢 然后在感情中喊 其实我还有一点自己的谬了 我觉得这个说出来可能会有很多的分歧 但是至少我几个姐妹 实际上来确实觉得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要看这个男生喜不喜欢你 看他愿不愿意把人最宝贵的东西给你 比如说如果这个男生他工作很忙 然后他本来空间的时间又少 他愿意把他大多数的空财的时间都交给你 说明他很喜欢你 或者说这个男生本来的脾气就不是很好 他有点急躁 但是呢他跟你吵架的时候 还是会先想着安抚好你的情绪 然后你们两次来坐下来 定名行行的盘这件事情 这种男生哈 咱们都是要抓住的 然后我们拿这种变头刷站 那个深色眼影 强调一下你的这个内眼角 在恋爱里面我一直相信一个观点就是说 当你在备爱的时候是可以不用这么漂亮的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要互相尊重的 我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也不会说为了你 我每天跟你化妆出门 包括跟我现在的男朋友也不会化了妆再跟他出门 我可能就是一天想跟你吃个饭 头也不洗 刷于家里家 穿着平常六宝贝穿的衣服就要这样出门了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他恋爱的一个相处状态 然后来上一点 红嘴之躲的 虽然有点非凡 但他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 这个粉真的是一个非常简粒的粉 拿一个暖掉的浅色来中和一下 这个是我新买的一个 天河裙的G102 这颜色薄涂很温柔 再涂一点点 用一个毛鸽便宜的这个亚光色 不过呢 高光帅把我这个山根化欢意 这样都显得我的中型短一点 鼻子小一点 然后这个衣衣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恋爱里面 我们要过自己 比如说他喜欢卷发 我每次跟他出门都会卷头发 他喜欢性格温柔的女孩 我的性格就可能是在收敛一点 这种感情其实不太会长久 就算长久的话也会很累 然后我现在去搞个头发 这妆真的好漂亮啊 我刚才出发际线的时候 没有拿吻那个粉服 所以我现在的额头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个烙印吗这是 是 我 也 我 你 我的 我 你 你 你 我